大家好,我是不慌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奇幻悬疑韩剧《金城怪物》 牢房里伸出一条触手 刺入士兵的胸口 将他拖入到牢门前面 可军官却命令其他士兵 不要轻举妄动 只见牢房里的黑色怪物 又探出根 吃了蓝色小药丸的粗触手 直接按在了受伤士兵的脑袋上 怪物似乎在通过触手 瞬息他的血液 一名士兵被这恐怖的一幕 吓得扣动了扳机 下一秒 他的身体就被数根细长的触手刺穿 怪物把他的身体 慢慢拉到了铁栏杆前 在士兵临死前的惨叫声中 用粗触手照住了他的脸庞 很快士兵就没有了声息 而军官看到这一幕 却无比兴奋 时间回到1945年 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的末期 日本军官命令部队 48小时内撤离 这里所有的资料和研究记录 必须要带回本国 至于不能带走的东西 则要全部烧毁 就在所有人忙碌的时候 加藤来到了一处全是韩国人尸体的地下室 这里是日军从事秘密研究的人体实验室 下集向他汇报 目前研究成果是12份血清 加藤拿出盒子里的试管查看 里头有一根白色小虫 在诡异的游动着 这时走廊尽头的铁门突然发出巨大的响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想要从里头逃出来 此时实验室里已经被安好了无数炸药 加藤将士官小心翼翼的装回了箱子里 匆匆离开 其余士兵则来到关押的犯人处 将他们全部残忍的就地屠杀 此时铁门后的东西似乎感觉到了危险 他不断撞击着铁门 其中的一个士兵被飞出的罗帽 当场砸死后剩下一人吓得立即点燃了地上的汽油 瞬间大火就将整个地下室覆盖 加藤准备带着研究成果从最为安全的路路返回 抵达哈尔滨后坐火车到京城去 他们走后地下室里头的那个怪物 已经从铁门后脱困 但很快就被炸成了渣 此时京城还在日本的占领中 黎明之前的黑夜也是最为恐怖的 投降日本的伪军 将所有散播日本即将战败的爱国人士抓捕 让他们在被捕和加入伪军之间做出选择 张太尚是金玉堂当铺的老板 不知为何被抓 惨遭严刑逼供 他原本是北村鼎鼎大名的资本家 同时也是白手起家的标志性人物 只要他想没有做不到的事 如今却沦为这般落魄模样 原因竟然是警务官怀疑他勾搭了自己妻子 想要逼问出两人的事 不料张太尚坚决否认 并认为他怀疑妻子的事 如果被他的日本妻子发现 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气管炎的警务官不得不把张太尚松开 这才说起了抓他来的真正目的 对方拿出了一张女人照片 说上面的人失踪了七天 都说那张太尚是京城消息最灵通的人 不管是寻找金钱物品还是人 这个女人其实是警务官的小妾 他要求太尚在樱花凋落前找出对方下落 太尚如果做不到的话 他就会失去现在的一切 被送去战场上 太尚被放回家后却犯愁了 谁敢勾搭石川的小妾呢 一个手下想起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父女连环失踪案 已经连续有几个女性失踪了 他上却让手下去找一个叫做俊杜的男人 要说有胆子敢勾搭石川小妾的 持有对方并安排把金库里最值钱的东西悄悄变卖出去 以防到时找不到导致家产充公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只是他派出去的手下都已经被警务官听哨 而街角有个吃苹果的女孩 默默的注视着一切 夜晚他盯烧太尚时却被对方发现 觉得他打扮的不像是警务官的人 便用枪逼问他是谁派来的 两人在小巷子里打斗 双方的武艺高强不分伯众 战道中女孩露出了自己的美丽容颜 让太尚看呆了 原来对方听说在京城属太尚消息最灵通 希望他能帮忙 找到一个叫做版本的日本画家 太尚表示自己无能为力拒绝了对方 但还是记住了版本这个名字 回家后的郡渡已经等候多时 他表示自己没有私藏石川校窃 如果能够找到 石川早就找到 认为这只是对方夺走太尚家财的手段罢了 劝他不如把钱财捐给自己所在的抵抗团 太尚对朝鲜却没什么感情 自从他出生起 这里就已经被日本殖民通知了 夜晚女孩和他的父亲再次找到太尚 这次终于说服他寻找那个日本画家版本 只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版本已经被带到了某处日军人体实验基地 让他给牢房里的东西画像 版本举着手电照料牢房却看到了让他魂飞魄散的一幕 画家从日本来到朝鲜赚大钱 却不料他的工作室挂解剖活生生的朝鲜人 如此血腥的一幕 令他直接冲出房间吐了出来 很快军医就把他抓回房间 版本拿着自己赚到的第一笔钱 是瑟瑟发抖 根本没有一点发残兴奋感 这是一个朝鲜清洁工 看到他可怜兮兮的样子 告诉他在这里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什么痛苦都会变得盲目 一个士兵把清洁工压走后 版本跟了过去 发现他们都被关在一个个牢笼里 而且全是朝鲜女性 几天后 当版本再次看到那个清洁工时 对方已经变成了嗜血的怪物 版本只能从怪物脖子上的吊坠 确认对方身份 另一边 太上和手下寻找失踪的石川小妾 依然是没有头绪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太上认为总归在某处留下痕迹 只是他们还没找到而已 身后的石川手下明目张胆的丁梢 也令两人无力吐槽 只能装作看不见 回家后 采玉却说 自己找到了石川小妾明子的行踪 原来他是反向调查 如果女人失踪或者死了 那么谁最高兴呢 这一查查到了石川的日本妻子 游妓子身上 通过拷问对方家里的黄包车夫得知 明子在失踪前曾被叫到石川家中 过了一顿饭的时间后 他就被送到了翁城医院 再也没有出来 翁城医院是京城里专门为日本人开的医院 只有军官或者总督府官僚才能进入 为什么游妓子会把自己丈夫的小妾送到日本人专用医院 采玉对太上使用美人激将法 哄他乖乖的去找好友进度帮忙 对方家族有进入翁城医院的通行证 四人进入医院后 借口找今天休假的高桥医生 并让手下大叔装病 吸引医院里众人的注意 采玉则趁机悄悄潜入病人资料室 查找明子病例 只是他的行为被一个清洁工发现 幸好对方是奇异军的医院 他来到这里工作的目的和采玉相同 也是想找到被送进医院失踪的同伴 结果调查 他们怀疑医院的地下室有问题 有许多朝鲜人被送进去后便没有出来 于是采玉和父亲决定躲在医院里晚上调查 让太上和手下先回去 两人出门后 本一个日本人发现 幸好之前询问的女护士到来 帮他们解了围 却在这时 医院内突然警报声响起 所有病人和家属全都被军人请出医院 原因是楼下牢房杀了几个士兵的怪物 越来越暴躁 很快就要将铁门撞破 军官似乎对此很有惊艳 让手下准备了许多氮气瓶 将氮气喷入牢房后 怪物渐渐陷入了睡眠状态 全掏防护的士兵在搬运怪物时 发现他身体漂浮出许多类似于包子的东西 军官解释 那是一种探拘 是怪物进入了睡眠状态之后 自我保护的措施 他命令士兵在转移过程中继续注入氮气 且注意避免直接接触 飘散在空中的包子 时时在转移过程中 他们路过了关押着许多女性朝鲜人的牢房 空气中飘散的包子落到了他们的身上 体中的一个女人正是石川的小气 明子 他看到包子立即惊恐躲开 其他人则没那么好的运气 很快他们的皮肤开始溃烂 纷纷倒在地上 军官看到牢房里的惨状却是十分兴奋 这种生化武器正是他们研究的目的 夜晚 彩玉爬到了一个废弃的亮望塔上 发现医院里会向其警报 并且出现了许多日本军人 他们从地下室 抬出许多实体证上卡车 第二天 温城医院因为有未知传染病 要永久封锁的消息 传遍了大街小巷 太上的小弟看到日军严阵一带 封锁医院后 立即来回通知 如今外面的人进不去 里面的人出不来 还架势了好几台机关枪 太上想起 心心念念的彩玉和她的父亲 还在里头 刚准备出门 昨天医院里的那个女护士就找到了她 将一张写着找到名字的字条交给了她 女护士是在凌晨医院封锁之前逃出来的 她也是企医军医院 但并不知道医院封锁的原因 只知道里头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 人们一个个不知原因的死去 为了找出缘由 已经牺牲了好几个同志 此时的医院里空荡荡的 彩玉在搜索时 突然听到了一声怪物的吼叫 男人刚想关闭电梯门 下一秒 她的脚就被一根触手缠住 整个身体被悬置半空 大喊救命 然而 同伴却用手枪对准了她的脑袋 逼她放手 男人不停的哀求同伴救救自己 可对方却开始掰她的手指 嫌弃她卡在那里 没法关闭电梯门 很快 男人的小腿就被扯断 同伴也开始不断敲击她的脸 她终于坚持不住 惨叫着被拖了出去 剩下的男人 刚把电梯门关闭 两根触手就刺入了她的胸膛 怪物来到她的面前之后 男人吓得疯狂的开枪 似乎是击中了怪物的要害 使其收回触手 她拼命挣扎着开启了电梯 终于是逃离了这个恐怖地狱 男人正是之前运送怪物的 四个士兵之一 原来 他们运送时铁龙卡在了电梯门处 有个士兵不小心触碰了 淡气的开关 导致里面的怪物渐渐苏醒过来 电梯里的一个士兵向男人汇报 似乎刚才进来后包子就没有了 男人意识到不对 是怪物的触手已经发起了攻击 有个士兵逃出电梯 被怪物追杀 男人这才捡回条小命 他见识过怪物的恐怖后 建议把它消灭掉 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但家藤却不这么认为 此时地下室内怪物也吸收了士兵的身体后 正在成长 之前 射入他体内的子弹 也纷纷被肌肉给挤出去 原来 由于日本东京被原子弹炸成一片废墟 军方需要一种可以扭转局面的强大武器 这地下室的怪物就是其中之一 只是不知道他的智能和认知能力 能否被驯服 年长的军官表示 活在这世上的所有东西 最终都会被驯服 就像我们驯服朝鲜人一样 下面的怪物似乎听到了他们的话语 向着上方探出自己的触手 却距离太远无法够到 另一边 采玉从通风管道潜入医院地下室 发现了许多的儿童人体标本 并在房间的一个铁笼里 找到了几个关着的孩子 他把孩子救出后送入通风管道 向着楼顶的位置爬去 却恰巧撞见几个日本兵 在天台喝酒 父女两人和他们展开激战 就当采玉身后的日本兵向他开枪时 太上突然出现 这下英雄救美 把采玉的好感度是拉满了 采玉让他把孩子先救出去 他会再次进入地下更深的楼层 寻找名字 此时的医院最底层 三个脑袋被稻草绑住的朝鲜人 从电梯被送了进去 这时楼上传来一阵摇龄声 三人立即被怪物吞入了黑暗之中 原来 加藤他们在通过摇龄喂怪物食物 来使其养成习惯以达到驯服对方的目的 只是怪物真的能被他们驯服吗 日军以为自己能够驯服怪物 却不知他们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磨盒 时间回到两小时前 不断有朝鲜人被送到医院地下喂养怪物 院长通过摇龄喂怪物食物 来使其养成习惯以达到驯服对方的目的 看到里头的朝鲜人全被怪物杀死 院长却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怪物的行动迅速攻击性极强身体十分强壮 他询问加藤能否多培养出来几个这样的家伙 加藤表示目前成功的实验对象也就这一个 其他实验对象在他们变异的过程中 要么死了要么成了畸形 院长让他尽快研究把成功率搞上去 他希望尽快向天皇报告这个伟大的实验结果 就在这时一个士兵走了进来 向着院长耳语了一番 他和加藤告别匆匆离开 加藤默默的看着下方的怪物 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院长离开的原因是 他们发现在天台有士兵被杀 关押儿童的牢房也逃了几个孩子 此时孩子们正在和太上讲述自己的遭遇 他们每天都会被打针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和他们关在一起的孩子们 一个个都发烧死去 如今只剩下了他们五个 采玉拜托太上把孩子们给送出去 可太上却只在意名字的下落 如果他不找名字 那么所有的财产都会被石川夺走 所以不希望极外生枝 这些话让之前就像采玉增加的好感度 瞬间清零 他们在清洁工和版本的帮助下 躲到了版本的办公室 这时采玉才明白 对方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人 他焦急的拿出一幅画像 问对方画中的女人在哪 原来版本画的是采玉的母亲 她已经失踪十几年了 采玉小时候给父母做个一个 三叶幸运草的吊坠 看到这里屏幕面前的你应该想起来了吧 医院底下的那只怪物 就是采玉母亲变成的 版本并没有把母亲变成怪物的噩耗告诉他 日军不停的在医院里四处搜索他们的行迹 台上把自己的衣服给个男孩穿上 让他冒充黄包车夫 把孩子们从正门送出 正好正门来了一辆轿车 车里头坐着的似乎是重要人物 守卫们忙着接待没有在意 黄包车让几个孩子顺利的溜了出去 医院里 太上等人决定去救下明子 而清洁工拜托他们帮忙寻找被关系的弟弟 他要去替班 否则就会被怀疑了 此时距离天亮只有三小时了 就在三人从通风管道进入地下室 却不知 那个大半夜来医院的正式游记子 就连院长对他都十分恭敬 原来游记子发现 丈夫的小妾怀了身孕 将其送到医院 他命令院长在孩子出生前 一定要让明子活着 院长立即下令 把明子从多人的牢房里带了出去 四个士兵将明子带到了地下二楼的单人牢房 囚禁起来 却不知底层的怪物竟然学会了开电梯 胖军官刚走进去就感觉头上一个黑影 下一秒 他就被怪物撕成两半 剩余几人一边逃一边向怪物开枪 依然无法逃过被屠杀的下场 他们的枪声传到了上层 院长下令严格看守通往地下实验室的所有通道 凡是目睹地下实验室的外部人绝不能活着出去 太上几人从通风管道来到了洗衣房 却遇到了几名搜寻的士兵 混战中 太上腹部中了一枪 而他们下面一层的日本兵已经被怪物给屠杀一空 只有那个狗爬出来的士兵侥幸逃生 他向加藤汇报了怪物从地底逃出来的遭遇 没人能想到怪物竟然会开电梯 很快他就乘坐电梯来到了太上等人所在的楼层 只见怪物抓着一个还没死的士兵来到了他的面前 一旁采域看到怪物惊讶的说不出话 此时怪物已经用触手盼爬到柱子上 举高临下的看向面前的太上 医院的地下通道内 怪物不断追逐着前面的一对男女 两人撞到了一个日本兵后摔倒在地 就耽搁了这几秒就被怪物追上了 惊险地躲过怪物的巨爪后 他们逃进了牵仓库 怪物在铁门外不罢休地敲击着 这时采域父亲寻生来到了怪物后面 他将酒和火药撒在地上 举枪朝怪物不断射击 把他吸引到了火药的上方后 开枪点燃了地上的火药 火墙将怪物阻挡后 他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对方的背后就伸出两根触手刺向他 采域父亲手臂受伤后 将剩余的火药全部扔到了火堆之中 怪物只能看着他从眼前逃走 仓库里逃出虎口的 泰山和采域却又进入了狼窝 一群日本兵把他们包围 两人无奈只能束手就擒 来救革命同志的郡渡也被抓到院长面前 让手下把他关起来逼他认罪 倒是敲诈郡渡家族一笔钱财 补充医院的研究资金 泰山和采域分别被带到了两处牢房审讯 审讯泰山的小队长老家在东京 如今估计已经被炸成了废墟 即使战争结束 他也不打算回去 他妻儿都喜欢京城 所以以后他们想在这里一起生活 只要泰山给他一套房子和一间商铺 他就帮助泰山活着从医院逃走 另一边采域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被揍了一顿后 士兵准备扒光衣服领住他 家藤突然出现制止了对方 看着采域的眼神 他表情变得有些奇怪 家藤将他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后询问起他的来意 采域却说自己在找十年前失散的母亲 可家藤却对他的眼神似曾相识 于是询问起他母亲的名字 得知后他想起了那个自己的实验对象 难怪面前的女子眼神那么熟悉 家藤没有告诉他真相 而是询问他 之前看到自己的实验体怪物会有什么感觉 采域表示自己当时光顾着逃了 接着问家藤是不是认识母亲 家藤没有回答 而是来到桌子前倒了两杯水 当着采域的面喝下了自己的 采域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家藤的实验对象 刚才倒水时对方已经把室管里的虫子放进了他的杯子 采域随后被关进牢房 却在墙壁上发现了母亲用血迹写下的字迹 是想念女儿让他坚持到了最后 看到这里采域忍不住失声痛哭 太上逃出来之后也并没离开 而是跑来营救采域 采域却让他独自离开 既然知道母亲曾在这边关过 他就想要再寻找一下对方 两人深情告别后各奔东西 太上来到曾经关他的牢房 想要救起义军的统治 却发现牢纹都打开 所有人都不见了 而那个怪物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就在他向怪物射击时 采域持枪来到了家藤办公室 逼对方收出母亲下落 可家藤却也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怪物从背后伸出六根触手 刺向了面前这个女人 可随着女人喊出一个名字 建立的触手全部都停在了他的面前 看到怪物脖子上挂的木雕坠 采域终于确认了 面前的怪物就是自己的母亲变的 看到如今母亲的样子 采域不明白他遭受了什么可怕的事 而怪物的脑中也渐渐浮现出一个女孩身影 从一开始的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那是十多年前采域的样子 怪物慢慢收回出手 注视着女儿 上方的家藤迫切的想要看到怪物杀死采域的一面 然而这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如果战争武器变得有人性 那还是武器吗 士兵们听命向着怪物和采域不断射击 怪物把女儿放到身后为他挡住子弹 用触手将他严密的保护起来 这一幕却让家藤无比愤怒 下令灌入氮气 怪物的触手接触到氮气后 力气变得脆弱起来 他转身 向着喷射氮气的士兵发起了进攻 给予采域被铁链锁住 活动范围有限 上方的家藤让手下朝他开枪 吸引怪物回来 怪物一下批断铁链将采域打飞出去 自己则再次冲向日本士兵和他们打战起来 他将铜楼层所在的日军全部消灭 随后缓缓的进入了休眠 采域想要冲过去 却被赶到的太上阻止 把他给救了出去 太上从采域的口中得知了怪物身份 对方哭着向他求助 让太上一时间也陷入沉默了 毕竟在一小时前 他还跟自己的上母娘大战一场 之前太上来到地下牢房 救人却发现他们都已经逃走了 悲剧的是还被日本军给发现了 被杀了一半人后 太上及时赶到解决了日军 就当他们准备撤离时 一个幸存下来的士兵举枪就要杀死他 却发现众人都惊恐的看向他身后 下一秒怪物就把士兵给几下砸死 并且追向了太上 一个骑军的同志也死在了怪物的触手之下 同伴上前想要救他 却发现对方早就已经死亡了 太上待着剩下几人一路奔逃 而怪物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边射击边退 直到枪里的子弹都打光 眼看着怪物就要追上来 太上见到地上的氮气瓶 在怪物扑过来的瞬间将阀门撬开 喷射而出的氮气对怪物有着克制作用 没缓他就进入了休眠状态 他再次释放出保护自身的包子 把通道内的尸体都染上了探局 而另一边京都内多方势力开始合作展开营救医院的人 有想要找回怀孕小妾的警务部石川 营救少爷太上的手下和担心儿子郡渡的父亲 石川以调查妇女失踪案为由带着警员进入医院 而太上手下伪装成司机随时接应少爷撤离 日军中一个朝鲜兵眼镜格 带着太上和采玉换了一身日军衣服 来到了事先约定好的地点与父亲会了河 随后那名想要带气而留在京都的小队长带着明子出现 刚才他救人后 事迹已经暴露 打算跟着太上一起逃离医院 而明子从牢房内消失 这让院长是大为恼火 下令日军对医院进行地毯式搜索 众人能否安全从医院逃出去呢 重伤垂死的男人背后伸出六根触手 直接刺入女人胸膛 他不敢置心的看着对方 原来男人已经变成了便衣的怪物 原来这只是一场噩梦 采玉已经从翁城医院逃了出去 只是太上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时间回到前一天晚上 病房内众人用床单做成绳子 一个个从楼上往下爬 轮到黄英的名字时发生了意外 他差点掉下去惊叫了起来 眼镜不得已开枪 击杀了闻声赶来的日本兵 枪声也惊动整所医院的日军 太上和采玉三人组成简单的防御攻势 抵挡袭来的大量日本兵 激烈小战中眼镜先一步重大身亡 等其他人都下楼后 轮到采玉之时 太上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采玉惊讶的转头看向对方 太上却没有说话 慢慢松开了手 采玉和他约定两人待会下面见 却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太上早已决定自己留下来 掩护他们离开 当楼下采玉盯着上面的窗户看时 被单被割断扔了下来 窗户随之关上 从最后下来的男人口中采玉才知道 太上认为只有卡车驶离医院 众人才算是真的安全了 所以必须要有人留下来转移日军视线 他会尽量争取更多时间给大家 采玉一开始是不想抛下对方的 但是看着车里坐着的老人孩子 他还是忍痛选择先把他们救出去 太上借着地形抵御着一波波的日军 直到弹尽凉绝 重弹倒地 与此同时警务部石川带着手下撤离医院 把采玉等人带了出去 郡渡被送到了他父亲面前 只是他已经精神崩溃了 而石川也终于寻找回失踪的名字 但他明白卡车后面还有许多的朝鲜人 派人在前面堵截 想要抓回他们 却被太上的手下利用庆典游行破解 医院内受伤的太上钻入通风管道和日军捉迷藏 不慎掉入了一个垃圾通道内 而通道的尽头竟是一大堆的骷髅 名字找回来后 石川当晚没有回家 而是与他小别盛兴欢 这让独守空房的游记子大微欺恼 他再次来到医院向院长兴师问罪 院长不得已说出了他们的实验 打算将功赎罪 这个生命体的诞生 不仅仅会给医学界带来影响 更是足以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飞跃 游记子查看实验资料后惊讶无比 因为身为实验体的采育母亲 曾是丈夫石川吩咐过要特别管理的朝鲜女人 游记子似乎也认识对方 与此同时 医院的地下室内陷入睡眠的怪物 已经被关在铁笼子里 和家藤却苦恼的看着面前的茶杯 是谁把杯子里的虫子给喝下去了呢 这种虫子进入人体后 会掌控整个大脑神经界 随后会开始变异 家藤是个疯狂的科学家 他在意只是人类的进化 成为更强有力的捕食者 他之前也询问过被绑在办公室的日本士兵 房间里说他除外一共出入过四个人 采育和太上以及明子 还有带他逃走的日本小队长 喝下虫子的一定是四人之一 太上从枯骨堆里艰难的爬了起来 身边不知何时多了几具日军尸体 他亮亮强强走了出去 却不知刚才自己手扶着的墙面 留下血迹竟然是黑色的 另一边 搂着石川入睡的明子皮肤下也有虫子的蠕动 两人难道都喝了会让人变异的虫子吗 游记子被带到了怪物面前 他的身份是日本陆军中将 前田将军的女儿 也是这医院的最大资助人 他想起了两人当初的第一次见面 没想到再次见面对方已经成了怪物 与此同时 受伤的太上从通道爬回医院 他换上干净的日本军服准备溜出去 却正好看到院长把游记子送到会客室 等院长离开后 太上拿着枪走了进去 希望游记子能把自己给带出去 院长返回时发现会客室已经空无一人 地上的血迹证明有人劫持对方 太上伪装成送游记子的士兵 坐上了他的轿车离开医院 可不久后他就失血构度昏迷了 司机询问游记子是不是要返回医院 他却把太上带回了家 深夜 明子一个人走在街上 他回起自己的经历 游记子得知自己有身孕后 表示这个孩子对他也有特别的意义 接着把他送进了温城医院 没想到进去后他就被院长给关了起来 他扑向了一个正在打烊的老板 轻而易举的扭断了他的脖子 等太上醒来后已经是第四天了 游记子疑惑 以他的身份根本没必要为了他人犯嫌 太上表示 国家变成这副模样不是自己的错 他出生时就已经是这样了 人们被关在医院里 遭受分人对待 也和他无关 可当他亲眼看到 却有股怒气冲上脑门 不是作为朝鲜人 而是作为人 游记子笑了笑 没有回答 此时他的丈夫石川正在头痛 这三天成立一共死了11人 最诡异的是 所有死者的大脑都没了 前天查看死者尸体后 想起了三天前的夜晚 睡旁的名字消失不见 家里的仆人和这些死者一样 脑袋被开了个洞 他知道可能是名字干的 也找过假腾 询问医院里到底在做什么实验 可对方说是吉米不肯透露 此时父亲也从女儿口中得知 怪物是妻子变的 每天茶饭不思 欲管婚 采遇出门散心时 太上出现在他面前 两人哭着 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石川在家中询问妻子 关于温城医院地下实验室的事 他想要知道 怀有身孕的名字 到底发生了什么 游记子却拒绝回答 从一开始 两人的婚姻 就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 为了来朝鲜 他需要一个丈夫 石川为了出人头地 需要利用他的姓氏和家庭背景 说好了互不干涉彼此的私生活 但名字怀了孩子 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没有得到答案的石川 气愤离去 想到妻子救了太上 更是当着他的面说 对方有了一个叫做彩玉的女朋友 据说又年轻又漂亮 亏游记子 还用心照亮他痊愈 到头来猪烂打水一场空 忽然不远处 传来一声枪响 赶过去 发现名字 在杀一个巡逻的警卫 与此同时 游记子也再次来到 翁城医院找到家藤 从对方的口中 得知名字如今的状况 那种被白色小虫 钻入大脑的人 被称为那人 最初在那族居居的 乌龙雪山冰川里被发现了 被他戒身并不会变成 像采鱼母亲一样的怪物 而是保持人类的样子的捕食者 只会生存和狩猎 并以人脑为食 它们有极强的攻击性 比一般的捕食动物还要凶残 速度很快 恢复力极强 尤记子问起采鱼母亲的情况 加藤解释 那是因为给他注入了碳居菌血清 当那人处于捕食者状态时 如果被注入这种血清 就有几率变成采鱼母亲 怪物的那种样子 怪物唯一的弱点 就是讨厌阳光和火 并对氮气的抵抗力比较弱 原本采鱼母亲 辛庆是没有任何记忆的 直到他见到女儿后 身体里的某个开关 貌似被启动了 具体原因家当还是不清楚 毕竟辛庆只有一个 尤记子得知辛庆 还有女儿后很是惊讶 听到采鱼的名字后 他想起来 对方应该就是 太上的那个新女友 还不知道自己 已经被视为眼中低的采鱼 正在大街上追着明子 对方似乎恢复了清醒 向着城外逃去 身后有一大群警察 正在追着他 明子摸着鼓起的肚子 不断喊救命 在加藤播放的录像带中 有记子看到了 辛庆从人变成怪物的全过程 几个朝鲜人 被推入密封的房间里 接着打破有碳居均的玻璃瓶 实验者一个个痛苦倒地 惆怅不已 渐渐就没了声息 可轮到辛庆时 却发生了意外 加藤认为这就像培养明里 不经意间发现的青霉素 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 耐人的发现将帮助人类 进入更高层的进化过程 由记子听购 很是感兴趣 答应不久后 院长回国就把医院交给加藤管理 不管花多少钱和精力 都要驯服心庆 让他完全服从命令 另一边 明子逃进森林后 还是被警员们包围了 看到食伤后 求他救救自己 不料对方翻脸不认人要把他送回 瓮城医院 并拿出了一个铁笼子 让他自个儿进去 绝望的明子突然跳在石川身上 发泄起自己的怒火 中了许多枪的明子 被关在笼中 和重伤的石川 一起被送去医院 而采鱼回到家后 发现父亲房间没人 桌上有一张纸条 说去找他的母亲了 很快 他就被带到了家藤面前 求对方想见一见自己的妻子 可看到妻子变成的怪物模样 他彻底陷入疯狂 家藤并没有把他喂怪物 而是关了起来 丈夫石川在医院里紧急抢救 可邮记子却让院长看着办吧 自己翻了翻相册 找到年轻时和老师心庆的照片 石川被放弃治疗后很快就死了 死因写的是 逮捕朝鲜连环杀人模式遇害 也是为了隐瞒真相 捏造和歪曲事实 二是找个借口 打压无辜的老百姓 太上决心加入抗日的起义军 而院长在参加完石川葬礼后 采玉开枪直接杀了他 自己也中弹倒地 与此同时 医院地底的怪物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开始疯狂的撞击牢门 从里头逃出来 但没有电梯 还是被关在最底层 太上从之前救下的警员那儿得知 采玉杀了院长后并没有抓到人 不知道被谁带走了 正着急时 游记子来到了他的家里 说采玉没资格在太上身边 他已经死了 接着向太上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只要他把医院发生的一切和采玉忘记 就能回到过去 衣食无忧 太上拒绝 游记子直言 他的身边每一个人都背叛了他 大娘当年从监狱里放出去 是因为指证了太上母亲 大叔在言行逼供下也出卖过太上 卖爆小男孩也因为想要去日本 找抛弃自己的母亲 为了一张船票出卖了他 甚至他的好友俊杜也在医院出卖过太上和他的那些 起义军同伴 真正帮助太上为他出力最多的人是自己 太上还是原谅了众人 并在此时拒绝了游记子 只是他还不知道 因爱深恨的女人有多可怕 不久后 采玉就被游记子送到了加藤面前 当试验品 弟弟的怪物似乎也感受到了女儿的气息 变得狂躁起来 采玉被抓到加藤面前挨了一耳光 弟弟的怪物直接从下面跳了出来 对着日本兵展开屠杀 加藤健壮挟持采玉让怪物不许动 自己则下令所有的士兵朝怪物亲切子弹 另一边 太上带着起义军给的炸弹进入医院 将老张人从牢里揪了出来 如今妻子已经变成怪物 老张人让太上去救女儿 而自己则带着炸药去炸毁这座医院的地下室 发狂的怪物很快就冲破了日军封锁 加藤只好带着那些装着白色虫色的士馆逃离 路上他不小心摔倒 将士馆摔裂了 只剩一只完好无损 忽然他听到身后牢房里传来名字的求救 对方似乎快要分娩了 见状 加藤脑海突然冒出一个大大的想法 太上独自一人从日军手中救下采玉 这不愧是韩国的抗日神剧 采玉父亲在点燃炸药引线后 唱起了以前在家常唱的歌曲 把妻子变成的怪物给吸引了过来 整个医院的地底都发生了大爆炸 但是消防人员赶到后并没有发现怪物尸体 太上和采玉在那位日本画家的帮助下 趁乱逃出医院 而断了一条胳膊的怪物也紧随其后 可车辆还没开多远就被游记子带人拦下 看到太上铁了心要带采玉离开 他说自己之前失去了一个朋友 就是因为采玉的母亲 所以才把他送进了翁城医院里 而现在太上他们今晚就得死在这了 游记子离开后 一群忍者杀向他们 虽然两人武力直爆表 但奈何对方人实在是太多 太上为了救采玉也被砍了好几刀 就当两人陷入绝境时 杀向他们的人者被赶来的怪物穿成了糖葫芦 怪物继续追向采玉 并向着太上发起进攻 采玉挡住了那根触手 触手动穿采玉的腹部 他口吐鲜血告诉母亲 身后是他爱的人 不要杀他 接着就到地挂掉了 与此同时 医院的牢房里 家藤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婴儿瞳孔竟然是绿色的 追到会上 郡渡帮太上送了一封信给游记子 里边写着 用别了三个字 游记子意识到不妙 准备离开时 爆炸的火光瞬间将他吞没 几年后 日军准备从朝鲜撤离 家塘断了一杯水 给严重烧上的游记子 您是准备回京都去吗 还是想继续开辟新的可能性 游记子没有回答 而是用怨毒的眼神 看着面前的杯子 死去的采玉 被母亲变成的怪物 投入大海 他的身后再次探出所有出手 将女儿包裹 母亲呼喊了一句采玉的名字后 一条发光的纳虫 从他的体内钻出 在海水中游向死去的采玉 随着纳虫钻入采玉的嘴里 怪物的触手开始断裂 沉入海中 而海水中的采玉 突然睁开双眼 那到这里 故事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